在面对疫情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有选择的吗? 大家好,我是陈永怡 就在上周,在纽约市 同一天里面,有两个人做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选择 其中一位是一个老太太 她是新冠状肺炎的患者 当时呼吸困难,需要插管 医护人员即将要为她插管的时候 她制止了医护人员 她说,我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医生 我很满意 我想就不要插管了 把这个呼吸器留给需要的年轻人 在同一天当中,在纽约市的另一个角落 有一个从别州特别的赶到纽约市来帮忙救助的医护人员 她是一个急诊室的医师 因为纽约市已经负荷不了了 所以她特别的从外州赶到纽约市来协助 她来到纽约就住在她的一个弟弟家 其实纽约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们的公寓房子里面有一些是叫做co-op co-op里面的管委会是非常非常的有权利的 他们可以决定房子要卖给谁 要租给谁 那没有他们的同意 很多我们认为应该可以成交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完成 那这一位从外州来的医师就要借住在她弟弟的家里面 结果当这个公寓的管委会得知了这样子的消息之后 他们决定不让这一位医师住进他们的公寓 当然了他们是很担心这位医师在协助很多新冠状肺炎的患者之后 回来可能会将病毒带入他们的公寓 不管原因是什么 很难想象这一位很热血很愿意帮忙的医师来到了纽约之后 晚上却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这是两种多么不一样的选择 选择 我常在诊间里面呢 也听到病患会跟我说 我没有选择啊 我没办法 非得这样子做不可 人到底是不是有选择的呢 从心理的角度来说 我的想法是 人永远都是有选择的 我再说一次 人永远都是有选择的 这个选择并不包括天灾 疾病 疫情 这些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件 当这些不可控制的事件发生了之后 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它 是要用什么样子的行为来回应它 这个我们百分之百是有选择的 这就好比我们在打牌的时候 你被发了一手好牌 还是发了一手烂牌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但是当这一手牌 发到你的手上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 要怎么去打这个牌 你甚至可以决定 要不要打这个牌 你永远可以决定 我不玩了 我不打了 我放弃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选项 也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 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 有人都会说 Just do the right thing 就做对的选择就好了 这个其实讲得很空泛 做对的选择 我们都可以讲 但是对的选择 要怎么做呢 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对的选择 不见得是难的选择 但却是麻烦的选择 出去随时要戴口罩 很闷啊 又要常常洗手 还要用这样子麻烦的方式洗手 还要洗这么久 都是很不方便的事情 朋友的聚会不能去 让我心情很郁闷 很不愉快啊 啊 讲到疫情的心情 跟情绪 我们也许以后再来聊这一块 但是讲到疫情的时候 口罩 洗手 群聚 这些我们都有选择 要怎么做 甚至要做得多彻底 举例来说 我现在都用一个防水的手机袋 每次出门的时候 都把我的手机放在防水袋里面 回家以后呢 洗手的时候就顺便把手机一起洗一遍 也是一起的用同样的方式 用同样的时间来消毒 这是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听电话 滑手机 都是很不像从前一样的顺畅 但是这个不方便的选拨是我愿意做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做是可以保护我自己 以及我所在意的家人 朋友 跟周围的人 所以今天 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你所要做的选择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每天要做的选择 不像在现在纽约市这样子的情境当中 要做这么艰难的选择 但是选择不论大小 不论它是容易还是困难 它都是我们每天可以刻意去做的一个决定 今天 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 不是那么难 但是有点麻烦的事情 来爱我们的家人 亲友 来一起保护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